好风水不在祖坟,也不在住宅,而在 有人请了风水先生去看风水 在去往他家墓地的途中,远远看到墓地的方向 鸟雀纷飞,惊慌失措 于是,他告诉风水先生,咱们回去吧 这时候鸟雀纷飞,肯定有小孩在树上摘杏呢 我们去了,惊扰了他们视小,尸首跌落下来,事儿就大了 婴儿,风水先生告诉他说 你家这风水不用看了,就你们这样的人家 干什么都会顺顺当当 这个人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呢 风水先生告诉他 你不知道吗 人间最好的风水是人品 何谓风水 风就是气氛和产能 水就是流动和变化 风水的原理是什么呢 非常核心的四个字 心生万法 非常简单 但是大到至简 所有的风水中 第一风水是什么呢 是人 人的第一风水是什么 是心 人的第二风水是什么 是嘴巴 人的第三风水又是什么呢 是行为 私人恩德 想人好处 这叫聚光 表现在脸上就是微笑 微笑的脸是元宝形 肯定发财 抱怨人 嫉妒人 憎恨人 这叫巨音 表现在脸上 就是苦瓜相 苦瓜相招人烦 肯定倒霉 风水源头 在于孝亲祭祖 根深蒂固 枝叶自然茂盛 事业兴旺 家庭兴旺 多遇贵人 万事则兴 一个人不孝顺父母 是绝对不能做大官的 因为他不孝顺 就不懂得尊重上司 同事和所有的人 他的日常生活工作 都不会顺利 一生挫折连连 在重要时刻 无不败北 风水是福人 居福地 你要是个福人 你住的地方 就一定是福地 如果你住的地方 不是福地 你也能住成福地 所以最重要的风水 要从自己改变 自己改变了 新改变了 由风水引起的各种问题 如不顺利和疾病 也就自然消失了 大家知道 风水养人 却不知 人养风水 喜欢付出 喜欢付出 福报 就越来越多 喜欢感恩 顺利 就越来越多 喜欢助人 贵人 就越来越多 喜欢抱怨 烦恼 就越来越多 喜欢知足 快乐 就越来越多 喜欢逃避 失败 就越来越多 喜欢分享 朋友 就越来越多 喜欢生气 疾病 就越来越多 喜欢失财 福贵 就越来越多 喜欢享福 痛苦 就越来越多 喜欢学习 智慧 就越来越多 喜欢占便宜 贫穷 就越来越多